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香港海關在昨天的時候在深圳灣截獲了一架貨車 而這架貨車居然有步槍和幾十發子彈 上百發子彈 這件事已經到了重案組做一個調查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由深圳灣 即是我們中國內地 過來的一架貨車 它裝著的是什麼東西 它裝著的竟然是美國的包裹 美國的槍枝包裹 這些是否美國用不同的途徑將一些 戰略物資 軍事物資 給一些黑暴想他們重生 稍後跟大家探討一下 而台一時間美國又有另外一個動作 就是找了一些議員 去了台灣 沒錯 又納錢 據聞今次不是很貴 300萬 給佩洛西便宜 但是你這樣做人家提款機法 也沒辦法 待會和大家一起看看這件事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贊好留言 訂閱文字紳士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做任何一段影片 大家知道在黑暴期間有非常多的軍火被我們香港的國安 賭破了 但是問題又來了 大家還記不記得 當時我們賭破了的長槍也好 短槍也好 那些槍枝在哪裡製造 美國製造 而這些槍枝 所用的型號 剛巧也是和我們香港警察所用的型號 是類似 所以當時 文傑已經和大家 做一個推敲 他們很明顯是想用這些槍枝 在一些示威之中 拿來發射 然後很大機會亦想腦屈下去我們香港警察之中 所以我們香港警察現在所用的槍枝 已經全部轉了 開始慢慢慢慢轉 還要是都轉得很快 轉了做我們國內製的槍枝 讓他們沒有辦法去模仿和嫁禍 不過 槍枝即使他們沒有辦法嫁禍 他們會盡量 把槍枝運到香港黑暴之中 讓他們 可以搞屎棍 讓他們可以搞屎棍 幸好 我們香港有很好的紀錄部隊 除了我們的香港警察之外還有其他紀錄部隊 這次發威的就是我們香港的海關 香港的海關在深圳灣的管制站 竟然是 揭露了一個走私軍火案件 現在我們的香港警察當然是接手 就由元朗重案組調查 警方把他列作為 槍枝及彈藥發現案 消息之外 是在前日 前日 13日早上 有一個內地運輸公司司機將一架貨車 交給 一個香港姓楊的貨車司機 然後姓楊的貨車司機 駕駛 中港車 回香港 當這架車通過香港境內的深圳灣管制站的時候 被我們的海關人員 截停了他 做一些 查驗 關員 就核對車上的貨物 發現車內有900件已經申報的食品 是沒有問題的 還有是衣物和家具等等 不過他就發現到裏面有45個未經申報的包裹 而這包裹呢 他連包裝都沒有拆過 這包裹是由 要發放的 由不同的地方要發放的 發放去美國阿拉斯加的不同地點 但是 這些是不是真的要發呢 很難說 美國那麼多槍 大家想清楚 美國那麼多槍 他買槍是拿駕駛證、學生證都買得 是不是真的要 在我們這裡 然後 發貨、發槍枝過去美國 當然不會 大家再推敲一下 這些槍枝 當然 45個包裹 要發放去美國阿拉斯加的不同地點 裏面就有一支的補槍 一個的補槍架和多發的子彈 你想想 是不是會這樣發貨呢 應該不會 當然 這些貨 到時接手的時候 是甚麼人接手 到時就知道 可能會去不同的地方 這個應該是 有些問題 有些問題 問題在於 第一 內地的運輸公司 的 一輛貨車 那 那個運輸公司 入 貨的時候 知不知道 有些 非法的包裹呢 第二 他們知不知道非法包裹裡面 是有槍械的呢 跟著 姓楊的司機 姓楊的貨車男司機 他知不知道這些包裹呢 又知不知道 包裹是送給誰的呢 我相信這些全部都是我們警方 未來會調查的目標 警方就 在13號的時候中午 接獲相關部門通知 就說在深圳灣一兩貨車裏面發現 三個寄去美國的包裹 包括裡面有一支的捕槍 還有一件的懷疑捕槍 即是槍械的零件 80發子彈 警員接報到場之後 將有關的物證 證物拿走了去檢驗 現在就是 發現槍械及彈讓案 被這個重案組調查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可能司機也是司機 可能 不知道這些事 我調查完才知道 很難說 海關回覆 海關一直採用多管齊下策略 去導致一些走私活動 並且和香港內地和海外 相關的執法部門一起執法 以及 本港的快遞營運商 還有油證保持緊密的聯繫 加強更多的情報 去打擊走私的物品 包括槍械 大家再想想 是不是真的 把槍械包裹要寄過去美國 不知道 我感覺上 不是的機會多於是 如果不是寄去美國 他說寄去美國 其實在哪裏 就是在香港這裏 那 到時候 他那個 運輸公司 寄軍公司 拿了之後 可能退貨 去香港不同的地方 又可以 去到之後 不用寄了 客人不要了 送去哪裏 又可以 得了 所以 這件事是不是這麼簡單 我看不是 當然 警方慢慢慢慢 就會調查 剝洋蔥把事實 剝出來 在這段時間 除了美國的槍枝外 還有一些美國議員在搞事棍 哪些 就是有些美國的國會議員 有五隻 分別是共和民主兩黨都有 在昨天傍晚時份 坐專機去了台北的重生機場 居民這次的接待費用是300萬美元 肥貝奧就百多萬 佩洛西一千多萬 這次五個一起上 三百萬 即是每人 幾十萬 很划算 他們本身 窮開 還要發窮學 所以沒辦法 幾十萬都照殺 還有 你這樣下去的話 台灣只會成為一個提款機 軍事 幾十億 一年 一百幾十億 或者一百加幾十億 然後這些訪問 又禁你幾億 美元 你淪為提款機有什麼好 所以台灣人民的生活就困苦 這次他就乘搭美國空運的行政專機 星期日的時候從日本的駐 美軍的駐紮地 起飛 然後就飛去台灣 裡面有民主黨的參議員馬基 然後他原來還在參議院外委會的亞太小組的主席 很多這些 沒什麼特別的 然後還有成員 包括民主黨籍的 議員 洛溫塔爾 還有 加拉門迪拜爾和共和黨的其中一個 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 就叫做拉德瓦根 他們就說會走過去跟蔡英文見面 但是 但是 其實這些見面 有沒有用 其實沒什麼用 他們這些政客頻頻地 轉方台灣 其實我們中國是不同意的 當然 這個也是 向著 台獨一些勢力 發出一些訊號 不過這些訊號 是 錯誤的訊號 美國發這些訊號 都是一些錯誤的訊號 我們的外加部 其實都多次敦促美方 拜託以實際行動確守一個中國的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的規定 停止再以任何的形式 做一些美台官員的來往 亦都停止再向台獨的分裂勢力發出一些錯誤的訊號 不要在這些錯誤和危險的道路裏面越走越遠 否則 其實 我們要 有時候要反擊的時候 你就不要哭哭聲 你就不要牙痛聲 我們的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有一個看中國的官方微博也都發文 批評他們發出這些 錯誤的訊息 其實我們現在 中國在台灣周邊的地方做一些軍演行動 將會是日常的 亦都在南海的潑海那邊 亦都會再做很多不同的海尾 如果再搞下去的話 我們再做一次關門打狗 包圍著台灣 再做多些軍演操練 甚至乎我們日後 所有的航道 海域的航道 空域的航道全部都收回來 其實都可以 到時台灣再後悔 都是後悔莫及 不過 今次是那些叫做議員 又不是什麼官員 你可以說他是 半官式 你可以說他都屬於官式 都沒什麼問題 但是他們這樣 走去台灣 其實我想這五個議員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他們是將會被我們 中國 向他們制裁 制裁 當然他們一定說沒什麼用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肥貝奧 肥貝奧被我們制裁完之後 肥貝奧變了瘦 當然有些人說他健康了 但是大家再看 所有的美國官員 包括總統 副總統 國務卿 肥貝奧之前的位置 基本上落任之後 都會做很多巡迴的講座演出 甚至乎去幫一些企業做一些顧問 一些游水位 大家知道的 每年收回幾百萬美元 爽脾到爆 但是 唯獨在上一屆政府 上一屆美國政府 真的只有肥貝奧 當他的任期完結後 他失業 他沒有這些待遇 沒有公司夠膽請他 沒有公司出糧給他 沒有 他的生活 是真的非常平淡 為什麼 因為他被我們中國制裁了 如果有些美國公司想請他 他就要完完全全地跟我們中國所有的交易 脫離關係 這樣的話你都可以想言之那間公司 也不會太大 你跟中國做生意的公司 會小到爆炸 小公司又怎會請得起肥貝奧 是不是 大公司 又因為我們中國制裁 又不會請他 可想而知其實大家認為 你覺得我們中國的制裁有沒有用 很有用 不過這樣 肥貝奧現在都找到一條水路 就去台灣 把台灣做提款機 禁了100多萬美元 應該這年的生活也不成問題 看看他熬到什麼時候 又去禁錢 但到時禁來禁去的時候 他的錢有沒有那麼好禁呢 畢竟他是前國務卿 現在就是那些現任議員 阿佩洛西就是眾議院議長 很厲害 拿了1000多萬美元 現在這些現任議員 每人幾十萬美元 再按下去肥貝奧未來日子 很難再按得出什麼錢 算了肥貝奧 你現在這麼多東西 你也是無非為錢 你好一點 省點花錢就算了 搞那麼多東西 你叫特朗普付錢就算了 他說 他有貨 所以我們中國的制裁是否沒用呢 你看他的生活 你看他現在是不是在失業 你就知道 我們中國的制裁 是有用 還是沒有用 要基於事實說話 是不是 當然他一定說沒事 但是 你看他的事實 你就會知道他究竟是 真沒事 還是假沒事 還是這個世界的工作完全都可以是 不關他的事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 告訴明傑聽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明傑 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 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